奥加辛三国发布联合声明 那么以色列遭到了被刺 而美国的态度耐人学位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面对日益猖獗的以色列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有些忍不住了 甚至有一些是以色列所谓的亲密伙伴 那么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最近澳大利亚 加拿大以及新西兰三国的领导人 就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这三方就共同呼吁要立即在加沙地带 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除此之外 联合声明中还强调 有迹象表明 以色列正在计划对加沙地带的拉法地区 发起地面军事行动 那么关于这个事情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聊到过 那么这三个国家对此就表示了一个严重的关切 值得注意的是 这已经不是奥加辛三国第一次发出类似的呼吁了 在去年12月中旬的时候 奥加辛三国就已经发表过联合声明 那么当时就呼吁说这个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措施 在加沙地带实现可持续性的停火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奥加辛三国再次发表这个联合声明 但是这次声明的这个措辞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因为内容中讲的是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从之前这个可持续性停火到立即实施停火 这些官方措辞上的变化 我相信明眼人都懂 这无疑就是对以色列进一步施加压力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们先来看这个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这个组织是由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以及新西兰组成的 我们都知道 这五个国家是由昂萨人来建立的 他们在语言文化背景 以及政治背景上都有非常高的相似度 可以说是同宗同源 因此国际社会往往都会认为 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都是美国的嫡系小弟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三个国家被刺了以色列 不和以色列站在一边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对此我个人就认为 美国的态度有些耐人学会了 大家来想一下 奥加新三国和美国同宗同源 他们站出来严厉的谴责以色列 并且呼吁立即停火 假设他们做这样一个事情 没有和美国通过气 估计大家都不会相信 从这个角度出发 奥加新三国的做法 应该是美国默许 乃至是受益的 事实上 这个并不是我凭空来猜测的 因为就在几天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 刚刚就警告过以色列 要求内塔尼亚胡 在没有可靠计划 来保护加沙地带群众之前 不要再拉法轻举妄动 那么拜登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理由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因为 乙军针对拉法地区 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 并且有消息指出 乙军打算派出大量的地面部队 来进攻拉法 以此实现消灭哈马斯最后据点 这样一个目标 拉法地区是加沙地带 现如今唯一一个与外界沟通的口岸 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都需要通过拉法口岸来进入加沙地带 除此之外 我们之前也说到过 有超过140万的巴勒斯坦人 在拉法地区聚集 因此 假如已经在拉法地区 发起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 势必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将拖累一直支持以色列的拜登政府 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 拜登才会发出严厉的警告 不允许以色列针对拉法地区 发起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但很可惜的是 拜登的警告作用不大 以色列依旧是我心我素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奥加辛三国再次发布联合声明 难免就让人怀疑 使美国想让以色列治难而退 屈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那么关于奥加辛三国发布的这个声明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